我叫做邵雨薇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多多照顧我 你要跟抗仁哥哥結婚嗎 小朋友可以結婚了嗎 我現在才五年級耶 但我就長大一點好不好 不要問問題 五年假班在哪裡 你知道嗎 知道 那你要帶我去嗎 那我看你 沒表情耶 你沒表情 你帶我去啦 你帶我去 你帶我去 我怕很迷路 你開心一點好不好 歡迎邵雨薇 同學來 到五年假班 謝謝 我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邵雨薇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多多照顧我 好 死了 你要跟抗仁哥哥結婚嗎 小朋友可以結婚了嗎 我現在才五年級耶 對 對 但我就長大一點好不好 不要問問題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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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跟同學們一起上台表演唱歌 表演 這一套組不是很正式的 一穿上去之後就有一種 我覺得好像這個衣服有賦予我某一種能量 台灣族帶給我的力量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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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比起工作的話 工作我就是一個很厚臉皮 私下的話我是真的滿害羞的 所以一開始其實要進來真的很緊張 而且我真的很怕班上同學不喜歡我 或是不會理我 但是真的來了之後他們都很在意我 也默默地照顧你 而且 我覺得他們 我居然記起來了 不要回台北繼續唱 不要 我覺得我回去應該背得更熟 希望我們還可以當好朋友 可以吧 可以 我有機會回來好不好 好 好 後來就包一個 包一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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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過來 是我 是我 吃醬了你 包一個 包一個 包一個